两名花季少女被干爹带入旅馆 家长请律师控告亲授 旅馆女服务员却想将手里的视频证据卖出去换钱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国产高分影片嘉年华 小米是景区某旅馆的服务员 一天晚上 一个中年男人开车带着两个十二三岁模样的女孩过来开房 虽然他们开了两个房间 但小米还是觉得有些不对劲 两个女孩在房间里又蹦又跳 而且还要了啤酒 作为一个外地打工妹 小米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也没有想那么多 干完活之后小米突然从监控里发现 那个中年男人企图进入两个女孩的房间 他急忙用手机拍下了这一幕 画面中显示 两个女孩极力想把中年男人给推出去 但胳膊扭不过大腿 中年男人最终进入到了两个女孩的房间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用想也能猜得到 第二天一早 由于两个女孩上学迟到被老师处罚了 站在教室外面不让进去 这两个女孩 一个叫孟小文 一个叫张欣欣 孟小文父母离异 她一直跟着妈妈生活 但她妈妈三天两头不招架 小小年纪不仅缺少父爱 也缺少母爱 由于他们俩向老师撒了谎 经过调查 两个女孩的父母 得知了他们和中年男人的事 医院里 孟小文的妈妈和张欣欣的爸爸吵了起来 原来那个男人是某协会的刘会长 不仅是张欣欣的干爹 也是张欣欣爸爸的领导 张欣欣的爸爸为了巴结领导 让自己的闺女任刘会长做了干爹 说白了 这次的事情 其实是张欣欣把孟小文泥下水的 因为担心挨揍 还说是孟小文出的主意 接到报案之后 警察王队很快便来到了旅馆 向小米打听那天晚上发生的事 本来那天晚上值班的 应该是负责前台的莉莉 但是莉莉为了跟男朋友约会 让小米临时顶替了她 在莉莉的嘱咐下 小米向王队撒了谎 声称自己当时在后面打扫卫生 什么都不知道 而旅馆的监控录像 48小时自动覆盖 因此王队也找不到任何的证据 旅馆附近的区域都归王队管辖 因此这里的商户 跟王队都非常的熟络 虽然案子没什么眉目 但王队临走时也没空着手 旅馆老板对这件事非常的生气 因为搞不好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生意 因此他把小米和莉莉给臭骂了一顿 作为连身份证都没有的小米 只能忍气吞声的听着 根本就不敢解释 为了将禽兽不如的刘会长绳制一法 两个女孩的律师 对此事展开了调查 目前的情况是 刘会长拒不承认 有力的证据才能将刘会长抓起来 而作为孟小文的母亲 这个离异的女人实在是不称职 那天晚上如果她不是跳舞 跳到凌晨两点 孟小文也不会不回家 更不可能发生之后的那些事 更过分的是 她回家之后 居然都没有去女儿的房间看一眼 直到学校老师通知她 她才知道自己的女儿 一晚上没回家 前台莉莉的男朋友小剑 是当地的一个小混混 小米想给自己办一个身份证 这小剑张口就是一万块 王队虽然看上去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警察 但在办理此案的时候 由于方式方法不当 引起了律师和孟小文妈妈的不满 而且种种迹象表明 这个王队很有可能 已经被刘会长给收买了 他不停地追问 两个女孩喝啤酒的事 似乎是想在这方面搭做文章 在律师的耐心疏导下 孟小文终于说出了 那天晚上的情景 并说照片上的女孩 并不是那天晚上值班的前台 律师来到旅馆找到小米 询问那天晚上发生的事 小米让律师给她一百块钱 不然她一个字都不会说 律师觉得有点贵 答应给小米五十块钱 小米担心惹祸上身 只说那天晚上有一个男人 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女孩 来旅馆开了两个房间 但她并没有说 刘会长进了两个女孩的房间 孟小文虽然跟着妈妈生活 但她过得一点都不快了 她妈妈因为仇恨前夫 所以孟小文也受到了牵连 这个生活不幸福的女人 不仅撕烂了女儿的衣服 还把孟小文的头发给剪了 她歇斯底里的发泄着 自己积压多年的情绪 全然不顾自己女儿的感受 遭受了家暴的孟小文 虽然不敢反抗 但她把妈妈的粉饼 支架油全倒进了水池 她知道这个家 她没法再待下去了 她乘车来到爸爸家 希望能跟爸爸生活在一起 孟小文的爸爸 是个没什么出息的男人 胸无大志 整天浑浑噩噩 昏迟能死 日子过得非常的落魄 这也是她老婆当初 跟她离婚的主要原因 在莉莉的男朋友 小剑的启发下 小米意识到 她手机里的那段视频 应该是很值钱的 在现如今这个社会 没有身份证 几乎是寸步难行 为了办一张新的身份证 小米鼓足勇气 给刘会长发了一条短信 要一万块钱的封口费 跟小米同宿舍的莉莉 表面上看着挺风光 其实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 小剑因为欠一个老板的钱 居然把她给封钱出去了 这让莉莉的身心 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没几天 律师再次来到了旅馆 她给了小米一百块钱 让小米把当时 孟小文和张欣欣住的房间打开了 虽然律师一直想套小米的话 但警惕性很强的小米没有上当 小米给刘会长发去短信之后 一直没有收到回信 她有点坐不住了 于是便跟踪刘会长来到一餐馆 把一封敲诈信 通过服务员交给了刘会长 转过天 孟小文的爸爸 正带着闺女游泳的时候 王队和他的领导找到了她 非让他签署一份承诺书 承诺在孟小文这件事上 不能随便接受媒体的采访 以防给有关部门带来不好的影响 小米回到旅馆 发现旅馆大门紧闭 门上还有一些被打砸过的痕迹 老板给她结了工资 让她跃地走人 原因是她不经老板的同意 私自让孟小文的律师进了房间 她的这个行为 直接导致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前来捣乱 逼得老板不得不暂时关门卸业了 转过天 张欣欣的父母找到了孟小文的爸爸 原来刘会长发话了 只要不追究此事 他不仅可以把两个孩子送进私立学校 还会负责全部的学费 见面里是一部名牌手机 用张欣欣父母的话来说 就算把刘会长送进监狱 过几年出来依然能护风换雨 与其这样还不如用钱来解决 而且这件事一旦定了姓 当地所有的人都会知道 对两个孩子的成长极为不利 孩子就是孩子 根本没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 依然无忧无虑的玩着 天黑之后 小米骑着电动车来到海边 在一垃圾桶里拿到了刘会长 给的一万块钱封口费 小米一分钟都没敢耽搁 拿着钱直接找到了已经喝醉的小剑 这个时候小剑突然改了口了 说一万块钱根本就不够 事儿没办成 小米非常的沮丧 这个时候刘会长派来的几个打手出现了 把小米结结实实的揍了一顿 手机和钱也全都被抢走了 小米举目无亲 无奈之下给律师打了一电话 把视频资料交给了律师 看着这个十几岁的孩子 律师也是非常的通情和心疼 原来在三年前 已经是他呆过的第15个地方了 律师把视频交给了王队 希望能赶快把刘会长给抓起来 王队显然没聊到这种情况 搞得他相当的被动 为了帮助刘会长脱罪 王队专门又请了一批省医院的专家 再次为孟小文和张希心做了检查 这批专家跟王队都是一伙的 检查完宣布两个女孩并没有遭受过侵犯 孟小文的爸爸一听就炸了毛了 非要冲上去要个说法 医生们自知理亏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失去了工作的小米 没钱没地方住 他通过小剑的介绍准备出卖自己 但思来想去 他最终改变了主意 从老家逃出来的 他肯定不能再回去了 但他的出路又在哪呢 影片没有划中取宠的技法 很朴素地讲述了一个过于现实的故事 将最真实的人性赤裸裸地展现了出来 以供人们自己去思考